他42岁开始创业 到目前为止 遇到过的最大的难关是什么 这个难关太多了 30年打造出中国第一大饮料王国 因为没什么伟大的成绩 我这一辈子就有天雷娃娃娃 70岁时 企业陷入低谷 15年以后 这个王老人传播的太厉害 1.7亿之小 但通过这次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品牌技术还是可以的 换了个鞋可能就打得比较 他如何打破番离 自我核心 2018年 下周开始处理反弹 您做了哪些事情 能重新启动公司的成长 中国经营者 专访华阿哈集团董事长松庆厚 精彩不容错过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烨 而且说到娃哈哈 相信很多8090后的消费者 可以想起非常多熟悉的产品 和熟悉的广告语 但是近几年 随着市场迭代速度的加快 和消费者喜好的增多 娃哈哈这个名字 也曾经一度陷入了沉寂 但是从去年开始 我们关注到娃哈哈 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产品 有很多新的动作 所以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们特别邀请到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 宗庆厚先生和我们聊一聊 32岁的娃哈哈再出发 欢迎宗总 宗庆厚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1945年出生于江苏宿谦 1987年 42岁的宗庆厚 靠着借来的14万元 承包了校办企业的经销部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 1991年 他成立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 先后推出了营养快线 爽歪歪 等年销售额过百亿的饮料产品 2010年 宗庆厚首次问鼎胡润全球百富榜 内地榜首 2018年 娃阿集团的年销售额超过500亿元 产品主要涵盖 乳料 罐头食品 乳制品 医药保健食品 等十余类 190多个品种 企业规模和效益 已连续19年 位居中国饮料行业第一 同时我们也要欢迎本期的特约评论员 智慧云创始合伙人陈雪平先生 欢迎您 女儿 您好 张宇明先生 说到娃哈哈 您今天最大的好奇是什么 我很好奇的是 从2013年到2017年触底之后 如何实现去年的反弹 背后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好 那我们先说说 近期我们关注到娃哈哈 很多新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看到 娃哈哈推出了一个新的平台 叫哈宝游乐园 那此前其实娃哈哈 也尝试过推出一些 比如说像是天眼晶晶的 社交零售平台 那么这次这个哈宝游乐园 和此前尝试的这些 线上的平台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主要是增加一个 跟消费者沟通的一个网站 更加准确地了解消费者需求 主要是这个目的 那您使用过这个平台吗 因为我是不太会有 电脑也不会有 但我们下面小众公司 把我平台公告部再搞 那您对这个平台目前 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还满意吗 因为他现在粉丝也 终部在增加 应该是他也搞点 出销活动 搞点消费者喜欢的这些活动 所以慢慢的粉丝也增加 刚才宗总也说了 这个可能平时 您用手机用电脑 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想这样 我们先通过一组快问快答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宗总这个人 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 宗总您准备好了吗 那您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因为也没什么伟大的成就 不过我这一辈子就 建了个企业 就建了个娃娃娃 应该32年了嘛 那您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这是我应该说 最先采生一个自己的信誉 自己的 诚信 是吧 信誉 信誉 是您认为最主要的 做生意没得讲信誉吧 那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也没什么后悔的啦 反正我讲你做任何事情 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做对的当然是对好 做错的就是纠正就是的 那到目前为止 娃娃这个企业遇到过的 最大的难关是什么 这个难关太多了 这几个说 咱们都说我们这2015年以后 大幅的下降 是吧 当时这个网络扬言 传播了1.7一次 是吧 我们报案报了之后 一直报到官方也没得成案 所以当时对我们这个产品 损失很大 因为我们当时 营养块钱能够卖到200亿一年 就5亿箱 后来下降到1.5亿箱 我们的营养 爽娃娃是当时也卖到2亿箱 就下降到8千万一箱 所以那个时候15年之后 就搞资本主义播配了 所以当时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当时解放之后 就是公开支持我们这个煎饼 所以后来我们的省委书记身上也公开支持 因为从铁饼行事过来的时候以后 我们就行出规模了 本来是个小厂 那您希望企业十年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希望这个十年以后 企业就是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一个名牌 发展得更好 从一个民族的品牌成为一个世界的品牌 您最想感激的人是谁 邓小平 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可能也没有我们民族的今天 也没有万哈的今天 程老师刚才非常认真的在听 我们这个宗总的这个快问快答 有哪几个问题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有什么您想点评的地方 对 我还是从我最关心的问题开始吧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13到2017年下滑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外部的环境之外 您有没有复盘过公司内部在管理产品方面 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是我感觉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真正这个下滑的话 从14年开始 15年以后 这个网络员传播的真的太厉害 1.7亿次 但通过这次的 我认为我们这个品牌技术还是可以的 换了个企业可能就倒闭点 因为删除口费打了一场关系 关系赢了 在那个企业倒闭 那是980的时候 也是造谣 就打官司给他打官司打赢了 但是企业倒闭点 所以我现在我们品牌其实还算比较好 过去的几年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一些外部原因 华哈哈一度陷入低谷 在产品 营销和渠道上 都被认为缺乏创新和突破 而宗信后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并已经着手开始一系列的改革 另外一个很好奇的就是 2018年你们的销售后开始处理反弹 而且今年推出了很多新品 我想问一下您在这个过程中间 做了哪些事情 能重新启动公司的成长 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也在起变化 消费者的观念也在起变化 所以你过去呢是一种初方性的这种营销方式 可能就跟现在可能也不太适应 对 对吧 所以都在进行改革 你比方我们在营销局上 我们这是在全国五十几个城市在开新品推广会 对吧 我们也希望在城市里建立两级通路的销销商 以前三级通路 销销商批发上车到你做商 这个价值就不够分配 对吧 所以我想缩短通路提高他们的价值 让他们在做我们的生意也能够赚钱 他才会帮你做生意啊 明白 另外还有一个事让我想深刻的说 营销所有的事情都不向您亲自签字 当时有一个传言说 你每到一个地方去的话 当地的那个传真机会被用坏掉 因为大量的人去向您报告 对这个事是真的吗 应该说你这个从刚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什么都有度过自己费 因为就是没钱 对吧 那个是真的分分离力在算账 是 但现在规伯这么大 不可能什么都有度过自己钱 对对 实际上我的是以前没有副总 哦 但现在我也设了三个副总 就也就是每个副总管几个部门 明白 慢慢的我想把管理人培养起来 就是我认为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管好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搞流程改造 岗位政治 是 分接受权 我希望我们也从人质转向 制度管理 哦 那最后就是我就在不在行 这事业也会正常的运转 要让美国人知道它应该做什么 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市场环境日新月异 它如何顺应时代自我革新 今天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有的 它亏本给你造成 对于整个娃娃的这个渠道网络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互联网时代确实来讲 对我们这个整个影响界的 这个应该充足也很大 但现在我感觉已经差不多过去 这个迷茫已经解开了 中国经营者专访娃阿哈董事长宗庆厚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今天做客本来目的嘉宾 是娃阿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厚 宗庆厚42岁开始创业 1991年正式成立 娃阿哈食品集团公司 在之后的20年里 娃阿哈凭借宗庆厚精准的商业直觉 推出了数款年轻人喜爱的饮料 其中光营养快线 这一产品最高年销售额 就超过200亿元 过去两年 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 娃阿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新品 希望能重新引领年轻一辈的消费潮流 接下来我挺想跟您聊一聊 接下来的 这个娃阿哈的一些产品的策略 我们看到公开报道说 2019年娃阿哈会推出 包括奶类 水类 茶饮类 粥类 果冻类等 失余款的这个新品 是不是在您的理解当中 您觉得过去可能是 一款爆品打天下的那个时代 现在可能是 要多生孩子好打架的时代了 其实来讲 现在我们的消费者 消费观念也是改变的 你不要说我以前的东西比较甜 对吧 比较 感觉是这里面营养比较丰富 但现在我喜欢 连这些都喜欢清淡的 现在都感觉要降糖了 这口味上也在改变 另外呢 我现在收入提高以后 消费的甚至也在改变 你看我们现在人寿命多长了 七八十岁是很正常 健康什么的需求也在提高增加了 以前要讲生命安全 现在我们在社会要讲究健康 我们实在是应该是从保健品起家的 就像我们做的 瓦哈尔通营养业 当时就只要解决小孩子不愿意吃饭问题 小孩子不愿意吃饭就算是营养不良 因为当时多生子女嘛 几个人冲碍一个小孩子 就冲碍造成骗士了 是吧 所以当时从这里起来的 当时很畅销 也是我们第一桶金 但后来我们结尾罐头上以后 一下子增加两千多个人 这个光是这个保健品的话 这个销售啊 还满足不了这两千年的工作 所以我们又开发了瓦哈国内 但后来也发现 饮料比保健品销路更大 所以后来就会往这个饮料方面发生 那么应该说现在 我们感觉现在就是 人们要讲究健康了 所以我们要回归在保健品上去 公开数据显示 2013年瓦哈的销售额 达到最高峰783亿元 2014年到2017年 瓦哈开始陷入低谷 销售额逐年下降 一度跌破了500亿元 从2018年开始 瓦哈先后发布了十余款新品 横跨奶类 水类 茶饮类 粥类和果冻类 销售势头只跌回升 2019年给自己定的 具体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在2019年目标 我们现在恢复我们 一五年之间的销量 因为我们早就打算 涉及了700多亿元的 应该说的 现在还只有500多亿 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发新品 在开发网络 在努力 应该说这些年 因为曾经提到瓦哈 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您线下的这个渠道的 渠道网络的这个布局 而且您曾经也说过 您说我们的产品分量 这种总价低 电商不太好做 主要还是通过传统 所以特别想知道 今天的您 对于整个瓦哈的 这个渠道网络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我们饮料的话 还是靠 在传统的渠道的经济销售 无非就是我想是 应该说目前的话 在城市市场 我们就要说短通路 所以在这整个这个 饮料销售方面 我们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是怎么去修正它而已 确实来讲 这个电商做饮料 确实它是很难做 为什么电商做饮料很难做 因为我们分量重 价值低 它要去通过快递的话 那它就要亏本 以前他们做是亏本 在做我们的生意 因为他们以前是 在流量来定它的价格 它亏本给你 造型给你去 卖我们的产品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它 去卖我们的产品 它把我签下去 在这个价格搞乱以后 反正影响我的销售 这是这样的一种层面 对您产生的这个冲击 但是另外可能保健品的话 您会考虑在电商 甚至微商的渠道去进行 因为现在保健品 基本上都是电商 跟微商在做 渠道上很少在做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并不是 宗总不拥抱电商 而是说对于您的这个饮料来说 它是需要去拥抱线下的 但是该拥抱线上的 您绝对会坚决地 去拥抱线上 那肯定的 就是什么渠道 是和你的产品销售 那这些发生什么渠道 在过去几年 其实我们看到 娃哈哈在针对 年轻的消费者方面 做过很多很多的尝试 所以也很想 请宗总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觉得在这个尝试当中 有哪一些尝试 不算那么成功 从中可以继续教训 有哪一些尝试 很成功 您会继续地推广下去 确实来讲 现在营销业是感到比较迷茫 是吧 互联网时代确实来讲 对我们这个整个营销界 这个应该冲击也很大 但现在我感觉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这个迷茫已经解开了吗 我感觉可能差不多也过去了 因为是它这个电商 对我们实体力 所以这个冲击 可能是现在也是有限的 现在主要是应该 我感觉现在主要是 方便消费者购买 这个这个 摄取别的店 实际也很好 是吧 第二个电商的话 它是要不要去烧钱买流量 正常销售 我们这个各种各的生意 是吧 各生意各种消费者的需要 我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其实是回到商业的本质逻辑 对 对 您之前提到说 娃娃未来更好的发展 三个方面很重要 一个是产品的定位和开发 第二是销售的渠道 第三个可能是营销和推广方面 但您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还有它各自的难点分别是什么 我感觉首先你的产品要好 是 是吧 你哪怕营销的模式最好 你让消费者上一次当一会 产品还是最核心的 第二个你这营销方式也很重要 哦 它能生存 对吧 也就是你要想赚钱 所以让人家现在赚钱 你才能赚到钱 第二其实是来买的问题 这个现在也是一个新的难题 您这块有什么新的渠道吗 因为现在各种一样的短视频比较流行 还有各种社交的电商网站 以前我是主要看电视广告 对 大家都很看电视 这个电视广告一播的话 交易都加以互销了 现在的话媒体都分散了 年轻人可能也不看电视了 也不看报纸了 也不尽管我来看手机的 第二个你 我们现在做这个高铁站啊 这个机场的这个户外广告 对 这个搭配我们的效果也挺好 所以我现在确实来讲 这个宣传方式是要多元化的 这一块在产品的就是 无论是品类的开发 还是品牌的更新方面 您的女儿作为最新的公关部的部长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就是应该是做广告宣传 包括一些撤销活动啊 做电视上调查 他呢 因为在西方读书 他更强调的是数据 对这两方面 你们平时在讨论一个问题 一个产品是不是上线的时候 有些什么具体的冲突吗 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数据 我也不是说不看数据 我们很早就是两话一话 所有都已经星期化了 每天都在看报表 也在分析数据 对吧 但是不是你说能够 像西方的比较 比较克白 对吧 第二个他们已经是发生了 非常成熟了 非常成熟了 它不太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还在这个发展的阶段 所以它经常变化很多 对吧 所以你光靠这个数据的话 也不一定就是能够 把有些事情看清楚 销售额超五百亿 员工超三万人 40后的她 如何管理今天的年轻人 您觉得在培养公司的 核心管理层方面 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的 哪些做得还不够呢 创业三十年 她如何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您某一天退休的时候 您希望别人记住您的一个形象 是什么 留给瓦哈最大的财产是什么 留给瓦哈最大的财产 我是需要兴奋 中国经营者 专访瓦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厚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今天做个本栏目的嘉宾 是瓦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厚 她1987年 靠着借来的14万元 承包了校办企业的经销部 踏上了创业之路 1991年 成立瓦哈食品集团公司 2010年首次问鼎 胡润全球百富榜内地榜首 自为一个管理着年销售额超500亿的企业家 她如何来管理今天的年轻人 年轻七十的她 又如何为瓦哈集团规划未来 中国经营者精彩尽形中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阿巴巴巴今年32周年 这个在国内的食品 饮料企业里面算是比较年长的 现在瓦哈的平均的员工的年龄是多少 大概30多岁吧 非常年轻 而且我们这个知识人员比较多 都是大学的毕业生 硕士 博士 对 您觉得在培养公司的核心管理层方面 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的 哪些做的还不够的 我认为这个平洋核心管理是关键的 要他们去做 通过实践来增加她的管理知识 因为确实来讲 你说苏多岁以后 她就是能不能真正的管理 我想也不一定 对 管理本身是一种实践 对 通过实践来增加你 因为管理管理就是管个你 我内想这个既要人性化 我是希望这个既要人性化的管理 又要是关怀这个员工 要她从心底里真正的去认真的工作 因为这个人在首先它物质需要 但是她是第一的 是 她这个满足她的收入也之外 她一个也是要有实践感 所以两方面都满足的话 她才能真的认真的工作 你想的接班人应该有哪些品质 实际上我觉得接班人 首先是一个有创新的精神 要这个有诚信 要那个勤奋 你说你不勤奋 可能也说不好事情 是 你说你不聪明 不能干 可是你也说不好事情 那接下来也特别想再跟您 多聊一聊这个您的女儿 这个宗富丽小姐 她应该是2004年回国的 大概是吧 回国之后 她回来就是在瓦哈 就直接到瓦哈了 对 管理委员会先做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花了一部分企业给她 她成了红盛集团 那她自己去管理 她在整个红盛集团里面 其实应该说参与到了 整个的这个食品饮料的 生产的全流程 对 您觉得那一段经历 对于她带来了怎样的价值 应该说她要这个管理食品企业 她必须要通过实践吧 应该说我们要接受原来的一些 管理的方法 包括一些经验 同时她也开始要进行改革 通过她学来的自身 当然你说西方 也并不是所有的西方 都做好的 但毕竟来说她也有成功的一些经验 我想想问一个问题 当您某一天退休的时候 您希望别人记住您的一个形象是什么 留给瓦哈最大的财产是什么 留给瓦哈最大的财产 我认为是要勤奋 这种精神 精神 还有呢 因为我们这个科学开始期间 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 这个自相不喜 那我们也 节目的最后 宗总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 来送上您的寄语 我想我们这个国家 确实来讲 是现在 是距离中华民族 这个伟大复兴最近的时刻了 这个应该说 我们全国人民要共同去努力去 实现这个目标 那您觉得伟大复兴 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现在我认为就是 你不管是经济大复兴 你必须要在技术高兴技术上 还是能够领寻人在财新 你像我清朝目的GDP 在世界上也是大复 但是它是瓷系 茶叶 丝绸 再对于没有杨强 要把人在战略里打得你爬下 是吧 现在我认为 你这个要强些 就是首先 在高兴智商 也要作为世界一流 人家才不敢欺负你 好 那非常地感谢 宗欣佑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谢谢陈雪文 谢谢您的点点和问题 也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